終於來到這裡了嗎 仙門 超過凡城 也再行一曲 給我 武者張義 這是 眼睛之氣 要把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還是不能突破最後一道關口 規矩仁王之力 可行動漢室未徒 凝繞六根 仙門不收 仙門不收 不 啊 張義 你沒事吧 雨瑤 你看上的男人 要是什麼牛人也就罢他 可天天是這廢物 你們看看 這人連個男人樣都沒有 正義從包 這小子 哪裡比我好 是啊 雨瑤姐還是跟我家搶哥吧 就是就是 在我心裡 她哪都比你好 你 雨瑤 啊 張義 你醒了 頭疼嗎 我這是 被天節乏想 回到大學時代了嗎 雨瑤 啊 張義 出去 張義這小子竟然抱送雨瑤了 這小子 什麼時候膽子變得這麼肥了 快放開那朵小花 讓我來 雨瑤 能再見到你 真是太好了 張義 你的手放在哪兒 馬上給爹放開 李強 趁我心情還不錯 立刻消失 這張義不是出了名的膽小怕事嗎 今天怎麼膽子這麼肥 張義 你要怎麼再給我搶個睡便試試 雨瑤 不是我不給你面子 這是張義主動挑釁我的 竟然說什麼 我也不可能放過這小子 李強 你想好 這裡可是校園 你要是 雨瑤 放心 從現在開始 換我來保護你 啊 張義 給我上 兄弟們 給我往死裡擋 去死吧 啊 一個殘廢都收拾不了 真是兩個廢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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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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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徹頭扯了失敗的人 啊 你們 放開那個女孩 所有事的起源 都源於我年少時的一次血起放肛 卻沒曾想 因此惹上了一個富二代 孫智陽 而那個女孩 竟失口否認被欺負的事實 還與孫智陽繼續繳合在一起 孫智陽 父親的腿 真是就是這個廢物 我能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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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意思撕來欠眼 自此 我性格大變 膽小怕事經常被人欺負 正義 可那個女孩 卻一直沒有放棄我 我與雨妖 一併踏入了東山大學的校門 雖然生活仍舊糟糕 但只要有她在 似乎一切又慢慢好了起來 可生活沒有就此放過我 就是這樣一個好女孩 最終卻被好友出賣 真是過程中 為不讓對方得逞 毅然跳樓自上 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我 直到無意劫踏入古船宗陣 我來到了一個可以修煉的世界 又在紀元巧合下 得到了萬族最強法門 在這裡 我找到了復仇的力量 我定要修成蓋世亡體 打破未免壁壞 回去復仇 可在我以為自己足夠強大 欲要破開仙門時 還是不一樣 卻沒想到因此誤打誤光 又轉身回到了最開始的地方 東山大學 張毅 張毅 你沒事吧 我怎麼感覺 你好像變得不一樣了 不管我怎麼變 我還是那個張毅 始終不變 喲 這麼肉麻呢 看這一大群人圍著 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事情 沒想到是你這個窩囊廢啊 張毅 還真是打擾到周慧小姐的雅性了 好了周姐 別這樣說張毅嘛 她人很棒的 雨瑶 別在這裡浪費時間了 你忘了明天鄭公子 可是請咱去酒會了嗎 早點回去準備準備吧 可 可我還沒決定去不去的 這場酒會 等等 雨瑶 張毅 你也不希望我去嗎 紅蒙子妃 對呀 如今已不同往西了 沒事的 去吧 多認識認識人也好 嗯 那我就去吧 我先回宿舍了 你早點休息 嗯 這一次 我定不會再讓悲劇重演了 任王菊 乃宇宙萬族中最強法菊 而紅蒙子妃 乃昏昏未開的天地本人之力 乃仙家必争之力 我只在上次天解中虧的此起 沒想到 竟因此得以在這個時空變化他 重修任王菊 以鴻蒙子妃鑄造人王體 只待人王體大成 阿神最強先進 也奈何不了我吧 不過 方才練到人王菊第一層 看來地球靈氣稀薄 以後的修煉 怕是會很艰難了 哼 真不 無成 夏朗 夏朗 您沒事吧 你 你們快走 靈力 夏朗 要更多的靈力 不好 夏朗糟糊入魔了 快去請吳先生過來 你所練的這套法門不適合你 若繼續修煉 輕則金斷殘廢 重則性命不保 靈氣 這重配的靈氣 一日便借你小子的靈氣 來成全老夫吧 也罷 相逢即是緣分 我便祝你一臂之力好 果然是這樣 這套功法 恐怕只有基礎的討納之術 當人修煉到一定程度時 功法便無法支撐它化解靈力中的雜誌 方才走火入魔 就是你小子 安靜點 你 吳康 我家無理 夏老 都退下吧 在下夏國雄 未想今日練功 閒些走火入魔 多謝先生 及時出手相助 老先生客氣了 相逢便是緣 只是 老先生應是有舊傷吧 你修煉的法門剛忙 若是繼續修煉下去 空有姓名之友 即是一眼便能探清夏老的問題 這下子到底什麼來的 先生可有解決的法子 既不合適 我改了便是 是啊 如果是你放心的話 不如將功法交給我修改 修改功法 以及無數大人智慧的功法 其實一般人能改的 可這位年輕人 怎麼老先生不信我 此事下架 還須我繼續撐著 還須我繼續撐著 這位年輕人 或許真是上天 派來助我一筆之力的 只能這樣了 哈哈 先生說笑了 勞勞先生幫忙指點一番 果然如此 老先生放心 我大抵知道這本功法的訣竅了 修改起來也算守到前來 我先走了 待功法改好便聯繫你們 恭候先生加音 夏老您就這麼相信他 這修煉秘籍 不妨 對於古武宗師來說 我那本修煉秘籍可入不了法眼 竟然這是古武宗師 羽瑤啊 今天是我們姐妹的聚會 你把她帶來幹嗎 我是羽瑤的男朋友 她去我自然也要去 再說你不也邀請了其他男生 羽瑤你真的跟這傢伙確定關係了 她現在是我的男朋友 真是便宜這臭小子了 羽瑤你可要給我準備禮物啊 放心吧 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份大禮 大禮 你能送得起什麼大禮啊 待會你就知道了 叫你準備的事應該準備好了吧 正少您就放心吧 東西備得足足的 絕對不會誤了您的雅心 正少不來看看我把誰帶來了 啊 反來今晚 又忙了 早就聽聞宋大小花的美名了 沒想到今日還能有心情的 還請宋小姐 隨我往禮包廂去 啊 這 這年頭 流氓都開始裝紳士了嗎 正少客氣了 落葉不遠 我帶羽瑤進去就行 這小子 什麼時候過來的 羽瑤的男友 張毅 冰皇家的大公子 可不會吝嗇我一人的酒水吧 張毅 對正少怎麼說話的 人家要和你握手了嗎 快鬆開 哪裡哪裡 來者都是客 這周慧怎麼辦事的 怎麼又多說了個男朋友 行 裡面請 裡面請 我沒想到 周慧居然約我來了這兒 你要是不喜歡 不如我們現在回去吧 放心 有我在 你去查查這小子的身份 順便叫王龍來包廂外候著 要是 直接做了他 正少放心 我這就去辦 對了 宋大小花 什麼時候有的男朋友啊 我竟然都不知道 其實也沒什麼的 我和張毅在上大學前就是同桌了 收會子幹嘛 莫非 求是有問題 好啦 先別炫耀你的男朋友了 贏贏 今天正少請我們來 我們也敬正少一杯吧 喝吧 喝完我才好辦事 果然是這樣 我 好熱 唉 周慧 你怎麼了 不知道 好熱 這都能弄錯 真是個廢 正少 我查到了 這個張毅家裡 沒什麼背景 據說他爸 還是個瘸子 這樣就好辦了 喂 你叫張毅是吧 這張卡裡有十萬 拿著卡滾出去 接下來 這裡就沒你什麼事了 張少男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小美女 我想花十萬 向你男朋友買你一碗 我 你猜 你是窮狗男朋友會答應嗎 你 張毅 還不懂嗎 小美女 你男朋友已經罰你賣 啊 啊 啊 抱歉 這下可以把嘴閉上 啊 啊 王龍出事了 快進來 張毅 想惹麻煩 就快放開正少 放開 我和他 我和他的仗 還得慢慢算 哈哈哈哈 是哪個不長眼的家伙惹惹他正少了 嗯 呀 正少你早被人提起來了 還在那兒論著幹嘛 快來救我 正少放虛 讓我來看看這小子的血是什麼顏色 啊 哼 你小子也是個戀家子 哼 哼 哼 在爺這種鼓舞戀體者面前 只怕是在刮殺 知道你是沒腦子 只會戀體的人 哼 哼 我 把你帶來的人帶來 是 是 哎 老大這是幹嘛 老大 正少還在 別別找大理啊 成績 沒想到你還有兩把刷子 我可是要看看 你在做功夫 能擋下子彈嗎 糟了 今早給夏老療傷 靈力消耗太大 恐怕發動不了人亡絕了 啊 王八蛋 你不是很能打的嗎 啊 vita 現在說不出話了 張雨快跑 疼 ш得 疼 ш得 疼 疼 我 放我走吧 我想妈妈做的饭了 你这恶霸人设给我支愣起来啊 怎么搞得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 是谁在这里哭爹喊娘的 也不怕坏了老子的生意 爸爸 这是我儿子 爸爸 快救救我 这对狗男女 你一个都别放过 跑你个毛小子 敢在老子的地盘弄我儿子 找死 我说你小子 我让你帮我找人 你在这磨磨蹭蹭的做什么 吴爷 那个 我儿子 张医你死定了 吴爷和我爸都在这 你敢动我 小吴 怎么才来啊 小吴 你怕是被吓得失了痣 你可知道吴爷是什么人物 张先生 张先生 不好意思来晚了 夏老抽不出身 便派在下来接你 夏家的夏老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 无妨 东西我已经弄好了 只是你也见到了 现在有点小麻烦 先生客气 这点麻烦 在下帮你解决便好 糟了 这上最好人物 我儿子 张先生 是我教养不佳 让犬子麻烦您了 让我带他给您赔礼吧 赔礼 他想要欺误我女朋友的事 你也带赔 这 爸爸 别听这个穷小子的 还在诬陷我 坏小人尽量把他做了 什么事都没了 闭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日里 做了些什么恶心人的事吗 张先生 尽管罚他吧 只要留犬子一朝性命 如何都好 这可是你说的 张老板 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 没问题吧 不敢不敢 张先生 吴爷 慢走啊 张先生 您就给了那小子一拳 是不是太便宜了 那一拳 足够废掉他的灵根 恐怕他以后 都不敢为非作戴了 对 我差点忘了 这一千万 是夏老托我转交给您 答谢修改功法的酬劳 夏老知道 您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但 还请您务必收下 算夏老的一点心意 既然是夏老的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一千万 我的天 原来钱是这样赚的 这下子恢复林立的药材 不是有多少买多少了吗 张先生 其实夏老还有些事 想和您细谈 若是您有空的话 我送您过去 张义 有件事 我想和你说说 啊 小吴 你先上车吧 我等一下过来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对不起 张义 之前你让我和周慧 保持点距离 我没听 没想到今天 就会发生这种事 还把你牵扯进来 傻丫头 之前我不是说 要保护你吗 哪是把我牵扯进来啊 哼 我可不傻 这样的誓言可不要乱说 免得以后我失望了怎么办 张义 你这些天变化挺大的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 只是 无论如何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别忘了 还有我在后面担心你 玉瑶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你 或许 他真会完成自己的誓言吧 玉瑶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 要我 哎 玉瑶 我送你回去吧 顺便聊聊天 真是灵魂不散 不用麻烦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哎呀 别见外嘛 伯父伯母可是交代我俩 要好好相处 方便以后结婚的事 赵金城 我再警告你一遍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绝不会 为了你我两家的关系 和你结婚 既然我爸妈这么看得上你 那你和他们结婚好了 告辞 果然是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别好 我便让你看看 那个穷小子 你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张先生 既愿意帮持我夏家 便是夏家的荣幸 若是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开口 夏老客气 不过 我还真有一事想起 先生 尽管开口 夏老客见过资源 嗯 有点印象 似乎是燕金某个大家族的富二代 果然有人 张先生 与这小子有过节 嗯 当年此人设局 向我父亲推打 差点毁了我 当时我没察觉什么 可现在想 年轻的富二代 何必大费周章来这闹事 那么 先生的意思是 我想这其中必有遗迹 还请夏老帮忙查查 这个人身后的势力如 张先生 尽管放心 我马上派人 把这事查得清清楚楚 那便麻烦夏老 应该的 张先生的事 便是我夏家的事 大哥 你可得帮小弟报仇啊 你看张义把我打的 这伤疤 虽然留在小弟的脸上 却是打在大哥 您的面子上啊 张义 那个窝囊飞 那小子 我这从哪学了武术 我们三个人 被他一个照面就打倒了 有点意思 正好小爷最近没人陪练 走 去会会他 张义 张义 等等 朱浩 什么事这么着急 快 快跑 李强 李强找来赵子航 要报复你 赵子航 对 就是我 小爷便是赵子航 天哪 居然真的是赵子航学长 不愧是杀新全国舞蹈决赛的男人 雪真好伤 听说你是个配得上我的对手 来切磋吧 没兴趣 溜了溜了 说好是个狠人哪 绝对的力量面前 由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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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禁忌骨折 还没完呢 下次打狗可要学会先看看主人 修为没提上来之前 真是憋屈 看来 迟点的内招了 只是这么多人 学长 现丑了 谢谢谢谢 若是暴露了人王体 恐怕后患无穷了 有了 阳光 哇 好好看 喂 那个瓜沙的 是一击完全体的红衣裙 还仿佛像个无视人 真是恭喜你啊 成功吸引了我 如意利 好刺眼啊 你刚才是有说过绝对的力量 死吧 这是 人家瓦型 可恶 好快 好快 只有这种程度了 死 终于能看清了 这 这是 居然是赵紫航学长 说好武道会决赛选手呢 他也不过二 不会吧 怎么会这样 就这 没想到当年的鼓舞天才也泯然中矣了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就少说几句吧 就是就是 喂 宇阳 怎么了 那个 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们想在逛几天的生日宴上见见你 谢家长 张先生 张先生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张先生 里面请 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来取尚武托夏老帮忙准备炼丹的药材 夏老这次遇上了些麻烦了 麻烦 岭南一带 还有敢惹夏家 今日东方家族忽然赌上全部身家 对夏老发起挑战 不知用了什么妖法 夏老有些 赌上全部身家 有点意思 张先生 就是这 夏老头 接好这一招吧 水刀 武龙斩 撑不住就快认输吧 没什么丢人的 你以为能吞并我夏家 痴心妄想 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死不见 这 这名利不是他的 肯定有人在暗地帮他 这人有些古怪 果然如此 难怪敢赌上全部身家 不过 也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你看 人王硬可以把灵力 化作各种形态的兵器 等我把你的乌云吃掉 看你怎么把灵力传给别人 放开肚子 吃掉他吧 你们看 肩上的乌云 飞翔黄色虫子吃掉了 真的是虫子在吃乌云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不是什么虫子 这是人为操控的灵力 难道有高手在场 是他 这 怪不得输进来的灵力 突然消失了一般 小虫小技 我去 这一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是我眼花了吗 不 定是有高人在剁法 就算你是孙悟空七十二变 逃不过我二郎神的手掌 下老头 你输了 张先生 快帮下下老 他快坚持不住了 不仅 这黑色灵力 妄图吞噬我人王绝的灵力 简直是自找死路 糟了 黑人要暴体了 可那股力量 明明被我的黑色灵力吞噬了呀 我去 怎么回事 这 这股力量是 下老 这是张先生施法借给你的灵力 东方无心也是借用了别人的灵力 怪不得 这东方老鬼突然变强了这么多 现在 有了张先生的灵力 东方老鬼 拿命来 慢着 夏国雄 你孙女在我手上 什么 放开 东方老鬼 你好卑鄙 胜者为王 夏国雄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否则 你孙女就是被你喊 这 想不到这东方无心这么无耻 说好的比擂台 竟然玩音呢 这下麻烦大了 夏宇对这孙女的头还胜过一切 老巫 一会我喊上你 就立马冲上去 就吓了我的孙女 记得要快 可是我再快也没他们的刀块啊 万一我惊动了他们 他们把人杀了就坏了 别担心 神肯定会没事的 听我的就是了 神肯定会在他孙女头上来两拳 看下老鬼你是要家业 还是要你孙女的命 你敢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 小巫快上 夏小姐 你在干嘛 刚刚发生了什么 黄黄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先生 刚才多亏张先生 才安全把你救回来的 谢谢 控魂术不仅过度消耗力力 反正还非常厉害 现在这身体 还是得慎用 小意思 这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如何救得我 东方老鬼 这下 还有什么把戏 竟敢动我孙女 夏老哥 我认识我 我身家都给你 看在认识多年的份上 你饶我一命 丑陋 这是我给你的警告 下次 再敢动我孙女 定 许你狗命 拿手来吧 我可没有强迫你 你应该是自愿的 对对对 我是自愿的 怎么回事 说好的 有你在我必胜的呢 我被你害的 身家都输光了 今日有高人在 无意就流 等我三日之后恢复元气 必定血洗恶水 死后 我失去的要加倍拿回来 我们走 是谁又在吗 爷爷 张先生 多亏你今天相助 要不老朽 可能要输光家业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东方无心 向来不老实 但是今天 竟敢公然带人 来我下家挑战 却是反常 还有那个暗中 相助他的黑袍人 手段诡异 不像我云乐似的人 看来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老夫和凤儿 呈张先生救命大恩 无以为报 这东方家的产业 老夫拿着有亏 还望张先生 不要嫌弃 这产业 理应是张先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我这人 一向懒散 不会经营 那就交给你 帮我打礼吧 虽然感觉得出 这夏老师 害怕报告 极力拉拢 但是有了 夏国雄这份事 对于布局 整个云乐室 极为动用 到时候 揪出害我父亲 背后势力 就简单多了 这人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爷爷和吴叔叔 都对他如此恭敬 难道 他真是个高手 爷爷 你不是说 要给我找个师傅 教我功法 就让这位易先生 教我怎么样 哼 正好 让我试试你的虚实 这 这就要看张先生 有没有时间了 我这两天有点事 待我办完事 倒是可以指点 凤儿小姐一二 毕竟拿人手短 也不好直接拒绝 既然张先生 这么信任老朽 老朽一定不负所托 替你打理好家业的 对了 我准备 炼几副丹药 你帮我按这个单子 弄些药材了 还有 最好帮我准备 一处偏僻的房子 小吴 那事情 就交给你了 以后张先生 吩咐什么 你照做就是 这 我去 我只说要一处偏僻的房子 这就给我准备一组 这么豪华的别墅 看来这下楼很靠谱 糟了 忘了让他们准备一座炼丹炉了 这个也不错 好久没练过丹药了 用这个锅炼丹 就是有点怪怪的 总感觉在炒菜 不过只要控制好火候 就算电磁炉也能炼制成功 虽然效果没有炼丹炉的好 这副药丹成功的关键 就在这株草药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光 成了 张义 你到了吗 我们在一楼大厅 你直接进来就能看见我们了 看什么看 一副穷酸样 这地方是你来的吗 这笑得够甚人的 张义 这边 姑妈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张义 是你 你们认识 看他那一副穷酸样 我怎么可能认识 也不算不认识 只是刚好在门口遇见 看见姑妈从一个男子手上 拿了一张什么东西 好像是银行卡 你 那不是赵家少爷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听说这人在追求雨淆 已经三番两次上宋家提亲了 估计这次也是趁宋家生日宴来提亲的吧 嗨 雨淆 雨淆 这位是 我男朋友张义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男朋友了 这男的姨父穷酸样 哪里配得上你啊 各位亲朋好友 感谢光临碧人的生日宴 这宋妈妈虽然四十来岁了 但是这状态看起来 却只有三十岁出头啊 反倒是她老公 你有所不知 当年宋妈妈 可是风靡云乐式的交际花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嫁给了这个 看起来有点吐气的老公 宋妈妈 今天看起来真年轻 反倒不像我们雨淆的妈妈了 更像姐妹 这不是赵公子吗 真会说话 这是送给宋妈妈的生日贺礼 这手镯外观具有很强的质感 透明度好密度高 肉质细腻 莫非材质是老坑兵种 价值不菲啊 哎呦 赵公子果然是大户公子 不像某些人 爸 妈 这是我男朋友张义 叔叔阿姨好 男朋友 他配吗 我倒是要看看 张先生这次准备了什么贺礼 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 叔叔阿姨 这是我刚炼制的助言单 除了可以青春永住 延年益寿 这都什么狗皮膏药 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人信这个 助言单 这是什么东西 听都没听过 哎呀 穷人都爱用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吧 别拿你们穷人的那一套脏东西来玷污了我们 你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姑妈 识相的话快滚出去吧 怕你不是食乐痣 你这什么表情 还敢骂我 保安 快来把他给我拉出去 快走 快走 妈 快叫他们停下 他是我男朋友 女儿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就别管了 交给你姑妈处理吧 这气味和惊涩 哎呀 这不是周老吗 欢迎周老大甲光临 不知这两枚丹药 是谁丢在这里 糟了 肯定是这种低劣的东西出现在这里 影响了周老对我们的看法 周老 这是一个服务员掉在这里的 人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周老 小心这东西脏了你的手 快扔了吧 你们在说什么 这可是品质上乘的助严丹 价值连城 而且是有价无事 周老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看起来不过是很普通的一枚丹药吧 看错 我钻严丹药数十年 还要你教 啊 是是是 是我看错了 被你们赶走的那人呢 在那 正义 先生请留步 这位先生 请问 这两枚丹药从何处得来 这是我昨日 用电磁炉炼制的 什么 电磁炉 先生为何不用炼丹炉 难道是电磁炉 能够更好地控制火候 也不是 只是刚好 恰没有炼丹炉 如此随意就炼制出上乘助严丹 放眼整个云乐室 空无第二人 大师竟有如此高超的炼丹术 今日不知 可否指点老朽一二 啊 哎 哎 今日恐怕不行 这不 有人要把我赶出去吗 问是谁要把大师赶出去 宋马 这 咋办 没想到 这穷小子身藏不漏 连周老都敬他三分 你赶紧上去道个歉吧 我们宋家不能得罪了周老 周老 是我办事不周到 我向您道歉 你不需要向我道歉 你应该向张大师道歉才对 张大师 是我错了 还请您大人不见小人过 我这种下等人 可受不起你们上等人的道歉 这种女人留在雨妖身边 迟早是个祸害 得让她吃点苦头才会老实 你 给我下去 还嫌不够丢脸 张义 看在小女的份上 就原谅她姑妈吧 这宋妈妈 才是个狠人了 张义 你就原谅姑妈吧 她也是一时气头上 雨妖还是太善良了 你姑妈都收了钱 要把你卖了 你还替她求情 既然你开口了 就算了吧 不过 这也是我喜欢雨妖的原因了吧 张大师 我这儿有个助颜丹的配方 请您给看看 哪里出了问题 大问题没有 我帮你调整一下就好了 这个人看起来 对炼丹术深有研究 现在帮她个小 日后也能让她 帮我找一些稀有药材 毕竟夏老在这一方面少有设计 肯定不如她自愿风 妙啊 妙啊 果然是能炼制出上品助颜丹的大师 大师 日后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在下一定鼎力相助 今日就先告辞了 嗯 好 真是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炼制出上品助颜丹了 宋妈妈 其实我今天来 是向羽妖求婚的 不知二老啥意见 废物终究是个废物 不能把你爹变成周老吧 现在周云青不在了 看你还嚣张的屁 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 我看 女儿的婚姻大事 还是由她自己决定吧 啊 那宋妈妈的意思是 今天要是答应了赵京城的求婚 那就是拆散了张义和羽妖 这个张义 看起来深藏不漏 今日不宜得罪她 我看 今日不适合订婚 还是择日再订吧 可恶 这女人收了我这么多好处 说好的今天答应我与宋羽妖的婚事 手机竟然反悔了 张义 我已经和我爸妈说了 今生 非你不嫁 羽妖 我不会让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 张义 你给我挡着 我定要你好看 我们走 张义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 又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傻话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啊 这一事 谁也别想封开我 喂 堂弟啊 现在有空吗 堂哥 听你这口气 是谁又惹你了 对 还是堂弟懂我 你帮我教训一个人 哦 没问题 又是哪个不怕死的惹了堂哥 一个叫张义的穷小子 本来也不需要叫你来 不过这次事情比较重要 谁 张义 是不是云海市高中的高中生 好像是 雨妖也是那个高中的 堂哥 这个张义不能惹呀 上次我跟他交过手了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感觉此人深不可测 这废物 连个高中生都打不赢 每年占了我们家多少好处 关键时候靠不住 再能打也是个废物 人和人从一出生就有不可云 张义 我要让你看看 我如何把你揉虐在手里 不行 地球上的灵气太吸引了 人王体的修炼 遇到了瓶颈 得找一块灵气充裕的地方才吸 那是什么地方 灵气都被那里的阴气吸收了 怪不得这附近灵气这么吸引 同志们 都怪我 是我连累你们啊 看样子 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 我胖子真的什么也没怕过 根本没想到会这么死啊 胖子 叫了你不要乱拿东西 这下糟了 我们被识别包围了 今天恐怕要交代这儿了 洛阳条 你们难道是盗墓贼 同志 说话放尊重点 我们不是盗墓贼 我们是摩金校尉铁三角 那还不是盗墓贼 你 嘿 胖子 少说两句 这人好像救了我们 别聊了 识别群又来了 这下死定了 他就以普通高通生 有什么本事救我们 我去 这人会法术 我们这是穿越到修仙小说了吗 什么声音 后刺耳了 后刺耳了 这声音 是狮狮的母虫 糟了 雪梨 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别急 这次带上大家伙 嘿嘿 刚进去 没带大家伙 这次有了大家伙 管他什么狗屁狮狮狮 我胖爷 全给他打成筛子 正好要进山洞 探查一下 因其异常的问题 跟着这俩活宝 一起行动也好 少师别 都去死吧 高中生 你那点小气法 可不能跟这大家伙比 不想死的话 就躲在胖爷身后 要是到处乱跑 胖爷可不管你 好的胖爷 胖子别开枪了 谁给他要 快追 他们要逃跑了 糟了 胖子上头了 我怎么敢去 跟着这胖爷 要把自己踏上去 胖子 别乱追 好大一只石鞭 不好 那是雪梨 雪梨在上面 胖子 趁大石鞭还没反应 赶紧杀了他 得赶紧把雪梨救下来 老力 这么大一只 我们是对手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雪梨要紧 完蛋了 子弹居然对他 一点伤害也没有 胖子 快把手雷扔出去 大石鞭 胖爷就是跟你拼了 我去 完全没用啊 死完了 把他惹怒了 大石 快救救我们 你刚才不还很牛吗 你们这大家伙 都打不动这识别 我这小气法 更没啥用了 大石 是胖子不懂事 我现在向你道歉 快救救我们吧 对对对 是我胖子的错 我叫大石道歉 救大石大人不尽小人过 救救我们吧 好吧 那我试试 搞定 我去 一拳那尸啊 这也太巧了吧 看来这大石鞭 只是吸收了太多阴气 滋润了弱身 但是连灵根都没形成 快不得我一拳 就能把鞭客轰烂了 去 打上了大石鞭 把小石鞭都惹怒了 这是没完没了的 还来 刚刚一拳只轰烂了你的鞭客 这一拳 定要把你轰个稀巴烂 这小石鞭有的伤口有毒 糟了 大石出事了 大石救了我们 我们不能不讲义气 胖子 你跟我杀上去救大石 好 妖怪 快放开大石 想不到这几个盗墓的 还挺讲情义 不过 区区识别毒 也想伤亡 只我一拳 死吧 这才结果 幸好有人往 效果真给识别毒暗算 你们快看 原来鞭气 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刚刚注意力都放在大石别身上了 没注意到 我要下去 看究竟 大石 小心啊 这个坑很诡异 洞磯 洞穴内部空间还挺大 白补正 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人的性埋葬一次 罪魁祸首找到了 所有阴气都朝着那边去 原来这里聚集大量的阴气是因为它 有点眼熟 这东西莫非是传说中的人间质宝 太虽肉灵脂 怪不得有这么多尸体在这 看来 全部化作了它的养分 传说这个东西 以死人身上的阴气为实 而这些尸鳖 就是它的杀人帮手 这些红线是什么 糟了 这些东西的侵蚀意识 手脚也被捆住了 现在根本无法动脑 别挣扎了 从来还没有人类似 逃脱我的手掌 什么 才是太虽肉灵脂的真身 你这妖 竟然有自己的意识 为了骗我卸下防备 换成无害的因子 太狡诈了 现在知道 已经迟了 明天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马上就会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来吧 来和我成为一体 慢着 这个人类身上 有一股好奇特的力量 似乎在那见过 所以呢 我想起来了 这是 人王帝 不好 居然被他挣脱了 还好有人往体身 要不还真要阴沟里翻船 给你得逞了 现在 人到我了 怎么回事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不是想和我成为一体吗 成全 来吧 我要被这个人类 也是更久了 这是 人类似的 力量 总算解决了 这趟 也是因祸得福 回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吸收了这么多阴气 修为也长了好多 按照这个世界的算法 应该至少是宗师境界了 更何况 还有这个意外之喜 你以后 就为我所用了 大师这么久都没上来 看来底下凶险异常啊 估计人是没了 可惜了 大师这么年轻有为 前途一片光明 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 往下跳呢 你们快看 他上来了 天哪 这么深的洞 他怎么跳上来的 大师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没想到 你竟然没死 不服 暂时还死不了 啊 有消息 谁会找我 续瑶 终于 你在哪 快来我家 出事了 莫非赵金城贼心不死 又来老实 还是宇瑶峰 是变官 不行 我得赶紧去看看 好了 各位 我现在有要事去办 就到这里了 咱们就此别过 山水有相逢 日后有缘再会 大师 保重啊 大师 哪天 你要是来北刘市 记得叫胖爷的名号 我一定会偿还 今日的恩情的 胖爷赵你 刘经理 稀客啊 你日理万机 怎么有空来送家做做 哎呀 大妹子 你现在不用对我说 这些客套话 实不相瞒呢 我这次来是受赵金城少爷吩咐 少爷说 要你们尽快归还欠赵家的两千万 如果还不上的话 就拿你手上的珠宝店给家 是 树宝店是赵老爷投资的 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 不看僧面看佛面 赵少爷没有问过老爷的意见吗 哎呀 大妹子 现在还拿老爷出来说事 就没意思了啊 你恐怕还没搞明白 赵老爷子年纪大了 现在赵家的业务 基本是赵金城少爷在输 所以现在赵家谁说了算 你还不知道吗 赵少爷对我们宋家的态度向来红好 突然找茬 肯定是上次生日宴 因为张义那个穷小子得罪了赵公子 现在看来 就算那穷小子认识几个大人物 也没有一个有钱的爹有用啊 刘经理 赵少爷的意思我们明白了 上次是我们不对 你能不能回去替我们通融通融 好说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少爷更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只要你们答应少爷和宋小姐的婚事 少爷说了 可以考虑考虑 妈 我能答应他 我才不会嫁给赵金城 我也不同意 我儿的婚事 应该让他自己决定 你不能为了你的事业 再把这个家拆散了 闭嘴 你们以为我是为了谁 如果你但凡有点男人的样子 我这些年又能让这么辛苦吗 妈 大妹子 现在是怎么个意思 给我个准话 是答应呢 还是不答应呢 我好去回赵少爷 不用问了 他们不答应 让赵金城滚 臭小子 你谁呀 这里哪轮到你说话 我是你爹 你再敢拿手指指我 废了 我的手 放开 你们愣着干嘛 给我打他呀 放手 快放开刘经理 刘经理 刘经理再来的人 他会打算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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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少爷 少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正好 你们回去告诉赵金城 他认为 我的女人 不是他们的小姐 嗯 这张医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这么能打 他也不怕得罪狠的赵金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我好害怕 我怕我差点就要嫁给赵金城了 啊 我在呢 别怕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张义 阿姨 求你放过玉瑶吧 这事情不是打架能解决的 赵家的权势滔天 我们宋家 实在招忍不起啊 这下珠宝店是保不住了 都怪你 方才的话我都听到了 这珠宝店多少钱 我买下来吧 以后 就归玉瑶了 什么 就凭你这穷酸样 还要买珠宝店 回去撒泡尿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身上 有几个子再说 张义 我知道你是为了玉瑶好 但是现在赵家要两千万 我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的 所以珠宝店 至少要买两千万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 孙阿姨 放心 你们给我两天时间 欠赵家的这两千万 我来给 笑话 这是我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还两千万 我看你两万都拿不出来吧 在这打肿脸超什么胖子 张义 阿姨也不是非要做拆散你们的坏人 只是这两千万 可不是小数目 我可以给你两天时间 但如果到时候 你拿不出两千万 以后 你再也不能与玉瑶相见 你可同意 到时候她拿不出两千万 就可以顺理成章 同意玉瑶和赵金城的婚事了 没问题 就这么说定了 钱不是问题 但是不能让赵金城 继续逍遥下去 闻 是张先生吗 夏老 是我 云乐是赵家赵金城 你认识 帮我查查这个人 好的 赵家赵金城是吗 以前他父亲掌事的时候 老有很多交集 后来 换了他儿子赵金城 就很少来往了 他与他父亲的行事作风 完全不同 怎么 莫非是他 哪里得罪了张先生 帮我查一下赵家的底线 越详细越好 以后我不想看到赵家 继续留在云乐市 赵金城也别想有机会 对我的女朋友纠缠不起 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事说难不难 刚好我手上 有一份赵金城的犯罪证据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夏老有话直说 不过这件事 牵扯甚大 不适合他电话里谈 张先生 如果有空 可以来一趟我府上吗 我亲自把文件交给你 好 我马上 宋妈 我看在羽妖的面子上 已经够尊重宋家了 但这是 不光推脱欠款 还把我的人打成这样 是在挑衅我吗 不是的 赵少爷 你听我说 都是因为那张义 不过我和他已经定下了约定 你放心 是吗 两天后他拿不出这两千万 你可不能反悔 一定要把羽妖嫁给我 张义 屡次三番坏我好事 该结束了 两天后我要彻底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看清人与狗之间的差距 就凭你也配合我争 夏老 你说的犯罪证据到底是什么 神神秘秘的 竟然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张先生 请看看这份文件 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 这些 好一个赵金城 真是个垃圾 既然你们手上早就有这份文件 为何不直接把文件交上去 索性将赵家一锅端了 难道你们和赵家有勾结 所以才替他们瞒下这些事 张先生严重了 我夏国雄 虽然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绝不会参与这种肮脏的勾结 自从赵金城上位后 更和赵家业务断了往来 于是 这件事牵扯过大 我夏家 虽然在云乐市有点势力 但是事情太复杂 恐怕 一旦夏家之身下场 还会落得万劫不复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的过滤我也明白 此事确实有些复杂 张先生 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想从哪方面入局 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说 我夏国雄一定鼎力相助 不急 此事要慎重 对了 周云青为人怎么样 可这件事 有没有牵扯 应该没有 我和周云青接触不多 不过 他还算个正直的人 赵金城收买谁 也无法收买他 那就够了 这个赵金城 私下还干这种肮脏的事 单大包天 罪不容忠 这下 我更不会放他 雨瑶 这两天时间已经到了 怎么还联系不上张义啊 那小子不会后悔了吧 怕是吹牛吹大了不好收场 人跑了吧 雨瑶 你也该看清那缩头乌龟的真面吗 张义说他要来 就一定会来的 现在联系不上 他不会出事了吧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来晚了 这样大家久等了 张义 这两天你干嘛去了 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好担心你啊 老倩 老倩 我应该和你打个招呼的 张义 你还真敢来啊 今天必须让你有来无回 去办了点事 让你担心了 你没事就好 张义 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以为你拿不出钱跑路了呢 怎么 两千万筹到手了吗 不劳赵公子担心 两千万 我还是拿得出的 不过劳烦赵公子 拿了钱后签一份合同 这样珠宝殿 就归雨瑶名下了 防止后面产生其他救命 哪来这么多废话 有钱就赶紧交出来 我就不信你真有两千万 你就别瞎逞强了 老老实实放开云 请各位稍等 说好的两千万 我一分都不会少 下老 转账吧 两千万 已经叫人转到你们给的账户了 这会儿 应该已经到账了 你查收一下 如果没问题 就签合同吧 你小子最好别是在吹牛 去查一下 是不是有两千万入账了 是 赵爷 你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 这张义 不会真有两千万吧 不好说 这张义真让人有点看不透 他上次拿出助言单时 也是这么既定神仙 赵总 查到了 刚刚确实收到个人账户 张义的两千万转账 你看 怎么可能 这穷鬼哪来的钱 这 他居然真的拿出来了 既然已经收到钱了 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 赵公子 在这里签个字 盖个章吧 怎么 看赵公子一副不甘心的模样 赵公子这是小反复 去拿我的公章了 少爷 给 张义 阿姨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以后宇瑶 就托付给你了 哎呀 张义 看来真是我们宇瑶 寻贵人了 以前呢 是姑妈错怪你了 呀 你干什么 别废话了 你这样的视力嘴眼 我看腻了 看在你是宇瑶姑妈的面子上 今天我饶你 今后 您要是再敢打宇瑶的算盘 我定不会饶你 滚吧 不敢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张义 谢谢你 宇瑶 我们走吧 不要再为这些无关的人 浪费时间 嗯 怎么 张义 这就要走了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怎么 合同都签了 赵公子还有事 出来吧 这不是那天 挑战我的手下败将 他和赵京城是一伙的 张义 又见面了 还有旁边这个老头 好强的气势 看着就不像普通人 张义 我这里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别的是算清了 可咱们的恩怨还没解决呢 你们俩急匆匆地找我来 我倒是拿路的高手 必须要我出手才行 原来 吴果是个矛头小子 叔叔 这张义功法诡异 上次我就是因此吃了大亏 您千万不可大意 子航 你也太过谨慎了 叔叔可是鼓舞大师 在整个云乐市都少有对手 何况一个张义 赵京城 如果张义有什么地方冒犯到你的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今天就放我们离开吧 对啊京城 两千万也还到你账上了 按道理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给阿姨个面子 今天就算了吧 算了 不可能 除非张义跪下了向我道歉 并且承诺永远滚出云乐市 否则一切免谈 赵京城 我今天本来不打算亲自动手 毕竟我对你的下场另有安排 但既然你找死 就由不得我了 宇瑶 你退后 张义 别嘴硬了 你再狂也不可能是我叔叔的对手 我叔叔可是鼓舞大师 失去的话 赶紧跪下道歉吧 等我叔叔把你揍得满地找牙 你就迟了 管你什么鼓舞大师 这老头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你们要不三个一起上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小子 求得张狂 竟敢如此羞辱老 就让我教你做人 去死吧 是吗 不过如此 这样的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交张 不对 此人不简单 这其实 似乎是鼓舞大师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有这般实力 承得上是一代天才了 什么 这张义也是鼓舞大师 玉瑶 你这男朋友到底什么来历 不光有钱有人卖 竟然还这么能打 越看越不像个普通高中生 我也不知道 自从那天起 张义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小子 我本来跟你也没什么仇 你若向我两位侄子道歉 你与我侄子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将你收入我门下 你也看如何 道歉是不可能的 就凭你还想要收我为徒 太自不量力了吧 小子 我劝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虽然同为鼓舞大师 但是从你刚刚散发出的气势看 也只是刚刚踏入鼓舞大师前期 而我却是接近鼓舞大师后期的实力 别看这中间虽然只相差一个小阶段 但是实力却是相差甚大 我劝你 还是趁早认清形势 我已经给你采借了 谁告诉你 我只有鼓舞大师的实力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 啊 好诡异的气势 你 不好 他身上的气势在飙升 快 剁不开了 可恶 这是 鼓舞宗师的气势 不可能的 你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你 还不配评价我的实力 臭小子 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弄得这么丢脸 我要宰了你 那你就试试看吧 什么 又接住了 看来完全不是此人的对手 难道我今日 今儿要栽在这里了吗 你们还愣着干嘛呢 没看见形势不妙 快跑啊 快走 叔叔竟然输了 想跑 没门 今天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山洞里得到的东西 正好派上用场 这是什么 放开我们 叔叔 快救我 我不想死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今天去去现神 就想困住老夫吗 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了 别浪费力气抵抗了 太岁肉灵汁的红丝 岂是你这样的普通修饰能换 不要啊 不要啊 好痛啊 放过我吧 糟了 这东西能够吸食人的惊血 我没力气了 你们这几个该死的交换 去死 草衣 你怎么了 你的状态似乎不对劲 既然已经赢了 那放他们走吧 我想他们之后 不敢再招惹我们了 许瑶 你还是太善良了 这些人不值得同情 无论落到怎样的下场 都是他们应得的 哪来的警笛上 谁帮他 太好了 我的救兵来了 赵金城在哪 张队 我在这儿 快救我 有人要杀我 张义 你完了 张队 就是这人要杀我们 快把他捉了 他就是个危险分子 我今日来 是为了你的案子 和其他人无关 赵金城 现在我要拘捕你 这是逮捕令 看来周云青终于行动了 没想到林副手 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来 亏他平日装出一副 为国为民的样子 背地里竟然灭世法规 无法无天 简直岂有此理 你放心 我会吩咐下去 这些人 一个都不准放过 所有参与其中的 全都要追责 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废人 逍遥法外 张先生 幸亏你有这么权的证据 我一定会把他们 整个利益集团都挖出来的 客气 除不安良 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那就交给周老了 什么 张队 你有没有搞错 我藏得这么好 怎么会被发现 明明看见这人 要杀我们你不捉 反过来要捉我 你是不是事先和他 勾结过了 你们陈局呢 我要接你们陈局 陈局现在也自身难保了 他已经提前被关进去了 哪还有空管你 什么 陈局也被关起来了 毁了 难道又是这个张义 在后面搞事 不可能啊 他一个穷小子 没钱没事 身后又没有靠山 怎么知道我们这种事 不用挣扎了 一切证据确凿 老老实实 和我们走吧 等会儿 别动我 我要见我的律师 让我们赵家的金牌律师过来 叔叔 我们现在怎么办 管不了了 快走 等那人想起 我们就跑不掉了 两单小鬼 今天就暂且 饶你们一条狗命 下次再撞到我手上 就没这么好运了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几天都忙什么呢 完全看不到人 我正要去找你呢 啊 出什么事了 就我之前 和你提的英语细的 杨 杨燕 他终于接受我的表白了 今晚组了个局 和他的闺蜜一起 算是确定我们的关系 在玫瑰酒吧 晚上九点 老大 你可要来给兄弟捧场啊 杨燕 确定有关系 上一世就是今晚 胖子被打断了双腿 只能再轮椅 多多个小白身 老大 老大 你怎么了 有在听吗 如果你有事去不了就算了 没事的 去 干嘛不去 上一世我正好错过了这件事 让你们害得我最好的兄弟 断了双腿 这一世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嗨起来 杨燕 我们来了 啊 朱昊 你终于来了 坐吧 秦燕穿得挺帅嘛 像一个 啊 啊 啊 诶 这不是我们学校胆小 聪明的张义吗 哎 哈哈 怪不得看着眼熟 朱昊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你不想丢人啊 啊 黄絮 别胡说八道 连武道社的赵子航 都被我老大一拳给打败了 嘿 谁会信你的鬼话呀 没事 朱昊 别理他 哼 这些家伙是有眼不识泰山 真后悔那天没有拿手机拍下来 否则肯定亮瞎这些家伙的狗眼 杨燕 这条项链是送给你的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我特意挑了很久 哇 哇 这项链得好几万吧 让你破费了 多不好意思 杨燕 你眼光真不错啊 他还挺舍得问你花钱 你这么快就找了个对你又好又有钱的备胎 快教我点方法 什么备胎 别乱说话 算他听到就不好了 算让老子找到你了 我看你还能去哪儿 杨燕 是诚哥过来了 他不会对你还没死心吧 杨燕 你果然在这里 这儿可都是我的地盘 不如老老实实 从了我吧 快跟哥回去 你要对我的女朋友干什么 快放开她 小子 你找死啊 老子今天倒要看一看 我能不能做你女朋友了 兄弟们 给我揍她 你们几个男的 也不上去帮忙 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揍住号码 开玩笑 这可是诚哥 谁敢上去啊 大学城这一片 谁惹了诚哥都没好下场 杨燕 这怎么办 你男朋友一会儿要被揍死了 那怎么办 是他自己多事惹弄了诚哥 我也没办法 胖子为他出的狗 可情啊 这女人心里根本没有胖子 果然是一些人渣 胖子前世 就是被他们严守害了 幸好这一世我来了 一切都还来得起 喂 你现在看清楚 你教的都是些什么猪捧狗友 那些人在你有危险的时候 只会冷眼旁观 要不是我在这儿 你这辈子 又只能坐轮椅了 老大 我 谁敢打我的人 臭小子 笑你多管闲事 我今天非把你们的双手双脚给废了 自量力 不是说这张义是个胆小出名的废物吗 竟然这么厉害 诚哥一群人都打不过他一个人 太好了诚浩 原来你大哥这么厉害啊 之前是我看走远了 哎呀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早说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个陈哥了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明明刚才还在抱怨胖子 见军事一变又换了态度 你本身不要 上一世胖子被你害得双腿残废 只能在轮椅路过下半辈子 今天 你也必须留下你 老大 算了吧 她好歹是我的女朋友 反正 我这不是没多大事吗 上一世胖子因为你 在轮椅上坐了一辈子 下半生全被你毁了 作为赎罪 这半年你就在轮椅路过 免得再给胖子 赵了是非 喂 小五 什么事 我的腿 朱浩救救我 张先生 不好了 出事了 东方无心又带人去红霜武馆踢馆了 而且红衣武馆召训日 已经跪向他们了 现在咱们孤立无援 我只能求助您了 这可怎么办 踢馆红霜武馆 那儿的馆长名字 可是叫叶红霜 对 张先生认识红霜武馆馆长 一位故人 从前有些交起吧 事情我都了解 你先过去 我马上了 胖子 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宿舍点 叶红霜 滚出来 东方无心 你天宗武道社一向霸道无礼 我们也对你一再忍让 为的就是云乐市武道社能够和平发展 如今 你竟然带外人要来吞并整 整个云乐市的武馆 简直欺人太甚 嘿嘿 你们这些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 说什么只有为了强身健体 才是弘扬正确的武道 在我看来 不过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云乐市的武道 只有在我的统治下 才会重振辉煌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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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